欢迎来到美厅 舌头越好,福报越好 省事横言,钟说 舌为利害本,口是祸福门 人间福报,皆有因果 舌头的好坏便直接决定了福报的多寡 嘴越毒,命越苦,言越善,福越厚 人活一世,千万别因舌头,折损了自己的福报 一,乱嚼舌根,损福报 古人云,静坐长思挤过,闲谈莫论人非 世界就如一面镜子 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会折射到你身上 在背后乱嚼舌根,非一他人 不仅是没教养的体现,更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在《聊斋志义》里,有这样一则故事 交领镇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安,一户姓夏 安家的少爷与夏家的小姐,从小青梅竹马 两家就给二人定下了婚约 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夏家突生变故 家到中落,安母便想退婚 那只安少爷誓死不允 安母便找来一位妇人,祝她散播流言 说夏家小姐还未出阁,便与人油染 可怜的夏家小姐,名声尽悔,一时想不开,竟跳崖自尽 一日傍晚,妇人来向安母房中讨要赏钱 此时,院中突然飞来一只红白相见的大鸟 对着她俩吐口水 代家仆们发现时,安母与妇人以气绝身亡 晶云,舌上有龙拳,杀人不见血 乱交舌根,不仅会伤害他人,也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这样的人,也很难得到他人的信任 工作中,没有领导愿意重用 生活中,难以遇见真心的朋友 毕竟,人后赠人者绝非良人 无人愿意置身是非之中,更不想给自己引来灾祸 一个人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又岂会有好福气,好运气 二,口出狂言,折服报 常言道,天狂有雨,人狂有祸 骄傲自满,一招人极恨 狂妄自大,一招惹祸端 许多有本事的人,却得不到善终 不是命该如此,而是口得有亏 汉高祖刘邦曾问韩信 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陛下能带十万兵 刘邦又问,那你呢? 韩信脱口而出,我当然是多多一善 本来立下军功,享有无尽荣华的韩信 却因为自己的狂妄,最终被吕后设计丢了性命 三国时的杨修,自是头脑聪慧 能洞察人心,几次三番,倒破曹操的真意 结果被曹操借机处死 宋朝时的刘勇,本来才学无双 却因多次落榜大放厥词 嘲笑口官无言,暗讽朝廷无能 后来被皇帝禁考,无缘功名 许多历史都印证了曾国藩的一句话 行事不可认心,说话不可认口 自是甚高,就会口出狂言 目中无人,就会信口开河 人一旦忘乎所以,做事情就容易没底线 离衰败也就不远了 真正有本事的人,身藏不露,谦卑涵容 只从手里出活,不在嘴上招货 三,牢骚抱怨,疑福报 古人讲,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一色 一个人如果经常牢骚抱怨 往后的人生一定诸多不顺 要知道,好的言语才能营造好的气场 好的气场才能留住好的福气 故事后,有对夫妻经营了一家九四 生意一直很好 后来,九四老板去山里打猎 不幸身亡,店里只剩下老板娘苦苦支撑 熟客们见她可怜 经常带着亲朋好友过去捧场 一开始,老板娘会跟他们抱怨 独自养家的艰辛 但事情过去许久 她依然逢人就发牢骚 当家的不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 那些同情她的熟客 也不愿意再去照顾生意 好好的九四 最后变得无人光顾 老板娘不得不将她变卖 带着一家老小回乡去了 鬼谷子说 口者心之门户也 若觉日子太难 偶尔的抱怨 有助于情绪的宣泄 无可厚非 但逢人诉苦 喋喋不休 只会召来他人的厌烦 要知道,没有人愿意整天听丧气话 更不愿受垃圾情绪的污染 过多的抱怨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把朋友往外推 更把好运挡在门外 毕竟,人生是个能量场 即使在努力 若开口便是哀声叹气 再多的福气也会跑光 四,谨言甚语 积福报 省是横言 忠说 严可省时 修便说 不宜流畜 莫胡行 聪明人 说话看场合 则是机 分对向 三四而后行 毕竟 口是商人府 严是割舌刀 少言是福 乱语是祸 朱元璋曾在黄绝寺做过僧人 当了皇帝后 便想故地重游 可他到了寺里 也不说话 只是四处寻找当年随手在墙上提的诗 但怎么也找不到 陪同的人问方丈缘由 方丈一听 吓傻了眼 那些诗早已被擦洗干净 若如实回答 轻则获罪 重则丧命 急得他用手在空中笔画 半天说不出话来 朱元璋见状 一脸迷惑 问道 你在笔画什么 方丈 怯怯的说 圣上提示不敢留 朱元璋面露蕴色 问道 为什么 尸体闭上鬼神仇 朱元璋一听 挥挥手说 那就擦掉吧 据来法水清清洗 朱元璋还是不甘心 难道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吗 方丈头顶开始冒汗 悠悠龙光照斗牛 话音刚落 朱元璋仰头大笑 他明白提示已经找不到了 却不再追究 燕雨云 人生丧家亡身 言语占了八分 生活中 许多人都忽视了言语的力量 以为只有鹤枪实弹才能伤人 殊不知 一句不恰当的话 有可能成为困住自己的牢笼 让锦绣前程便穷途末路 正所谓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行走世间 是不能乱维 话不能乱说 谨言甚语 才能积福积德 五 良言善语 天福报 老子说 善行无辙计 善言无辖辙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好福气 能够被世人善待 然而 欲人善知 必先善人 当你懂得存好心 说良言 行善举 世间的福报 必会向你奔来 曾有一位潦倒的年轻人 经历了科考失利 朋友交恶 还被严重的失眠缠身 心灰意冷的他 坐上了一条渡船 船夫问他去哪里 他摇摇头 只是一味说着自己的遭遇 船夫听罢 哈哈大笑 我划了一辈子船 见过的人不少 你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有福之人 年轻人十分错愕地看着船夫 你高鼻大象 说明财运亨通 更适合经商 所以科考失利 你耳阔圆满 说明心地善良 有贵人相助 所以要与损友分开 你失眠无措 是为了遇见一位典型你的人 赶紧回家去吧 你会前途无量的 船夫的一番话 让年轻人为之一阵 不出三年 果然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 船夫也被他接到家中 认作义父 享尽荣华 有道士 世间万物 皆有因果 一句善言 就如一粒种子 在年轻人心里生根 在船夫的福田发芽 事实上 福报并不是刻意求之 而是平日里的一句良言 一句善语 一次暖心的举动 让命运垂青于你 毕竟 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私 想要福气绵延 从好好说话开始 因为你的嘴里 藏着你的福气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